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常角的好介绍是选择饮择食 选择什么食物呢?听我说就知道了 因为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 即是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曾经根据健康体重几国的衡量 去评估了32种流行的饮食 在2014年的榜单之中 弹性素食者排第六位比纯素更高 而在2020年的最健康饮食模式之中 排位最高的三位就是 地中海饮食、德书饮食和弹性素食饮食 而德书饮食和弹性素食饮食 都是名列第二 地中海饮食我早前介绍过 相关的网址放在这个视频下面 你可以进去再看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有关弹性素食饮食法 Flexitarian diet 这个Flexitarian 这个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就是弹性Flexible 和素食Vegetarian 两个字组成 Flexible代表有弹性可以变化 而Vegetarian意思是素食者 是不吃动物的肉 但是可以喝奶和吃蛋 而Vegetarian就是纯素食者 不吃任何动物食品 包括奶蛋 也不用任何动物的制品 现在先讲 这个弹性素食饮食 是什么方式呢 就是一种以纯植物为基础的饮食方式 而虽然它的餐单一般都是用无肉的饮食方式 但是它们随时都可以加些鱼肉等等 所以在某程度上 你不是偏向纯素 而随时可以吃些肉类 但是这样的偏排 已经帮你有一个均衡的饮食模式 其实这种饮食模式 弹性饮食的素食模式 早已很多地方很丰盈的了 根据Green Monday在2018年进行的 香港港人素食饮食习惯的调查 全港接近四分一人 已经在用这种弹性素食 而现在提倡身体要健康 以及要我们保护动物 所以这种弹性素食 会越来越多人去跟从 我们想试试这种方式 我们应该首先怎么进行呢 一定我们由心态上着手 如果别人说 你一定不可以吃肉 你一定抗拒 逢有限制 你一定有反抗的心态 现在不是的 你随意点 你的心态里面觉得 我不是一定要全部吃素的 我随时喜欢都可以吃些肉的 那你就容易接受的了 我们开始的时候 在日常里面我们的食物 尽量选择素食为正餐 间中加少许肉 将食肉当为奢侈品 食适量不要过量 我们有三个层次可以遵从 你初初学习 如何呢? 每个星期可以吃735克的肉类 还有你选择其中两天是全部不吃肉的 再高级一点的时候 现在深进班 那我们怎样呢? 就是每个星期510克的肉类 同时呢 一个星期里面 三至四天是没有肉的 到你可以完全掌握呢? 你去到最高级的时候 每个星期 只是进食255克的肉类 大约是半磅的 还有选择5天是没有肉吃的 那这个是循序漸进的方法 但是有些朋友喜欢一开始 它就有一个劲的模式 你可以怎样呢? 有些人一天里面两餐 一餐是全素 一餐是可以有肉吃 那它连量都尽量少 但是它不会限制 好像刚才提及 几多刻几多刻 来限制你 除了一天两餐之中 算一餐吃素之外 你也可以每个星期 限定一天吃素 或者有些朋友 更加可以隔日吃素 这个是随意的 但是你其他日子 你又可以吃肉 变成心理上 完全没有一个压迫感 那其实这种方式 对我们身体的健康 有什么改善呢? 原来这些 这么灵活的饮食方式 它微妙之处 就是完全你不需要戒肉 你可以享受吃肉 也可以多吃一些 日常应该吃的蔬果 这种平衡饮食方式 已经令到你的大腸 多了这个蔬维 帮助它更容易去 去排便 减少便秘的情况 因为便秘是慢病之源 那你自然在这方面的身体 就已经好了 同时你少吃肉的时候 减固醇自然会降低 减固醇降低 就会令到你的心脏病 这个机会也减少 同时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也随之减低 所以这个弹性素食 不止你享受到食物的好处之余 也可以有身体整体的改善 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如果你说全素你不接受 不如考虑一下这个弹性素食 对你身体友好 而且环保对动物的慈悲 值得大家尝试一下 多谢你的收听